中国冬奥军团创造历史 金牌棒位居第三 大家好,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就在刚刚进行完的双人滑比赛中 中国选手韩聪、隋文静获得冠军 这样中国军团的金牌数上升为9枚 成功的超越了美国、荷兰和瑞典 位居第三名 这一块金牌至关重要 所以引起了广大国人的广泛关注 两位选手不负中枉,终于获得金牌 今天的金牌棒可谓一波三折 就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 中国队还位居第四名 和美国队都以八枚金牌持平 但因为银牌数少而位居第四 但是到了晚上八点左右 因为荷兰和瑞典队各获得一枚金牌 这样把中国队挤到了第六名的位置 而中国队的银牌要少于美国、荷兰和瑞典队 所以今晚的双人滑必须获得金牌 中国队的排名才能有所前进 果然天道酬勤不负中望 韩聪、隋文静获得了冠军 中国队的金牌棒也上升为第三名 因为没有查资料 但是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中国队将位居本届冬奥会金牌棒的第三名 几乎已成定局 因为其他几个国家也没有夺金点了 所以说中国军团本届冬奥会创造了历史 创造了中国在冬奥会中最好的成绩 明天是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天 希望中国军团能够保住第三名的位置 完成重大的突破 在这里祝福中国冬奥代表团 谢谢大家